他们都是在众所期待中 打造出来的鹿 不要是人定胜天的迷思中 牺牲无数生命所换来的鹿 时间让鹿现出疲态 从八八到现在 每逢一就断就对了 与其说能不能通 我倒这样回答 就是说我们希望 在用户人的安全无疑之下 我们来通 路往哪里去 他的抉择人们看见了吗 山不转 路不转 人要转 自己找这个生机 大爱全集路一连三集 带您踏查台湾山林公路的 美丽与险峻 以及属于每一条路 各自的生命故事 当中我们看到了 这些在险境中 开凿出来的路 不只贯穿了东西两岸的交通 往往也是汉人 和原住民生活交融的开端 在三条贯穿 中央山脉的公路中 南横是最晚开凿的一条 二十世纪初期 为了要掌控台东新五旅溪 以及高雄老农溪 流域一带的布农族 日本人开凿了 关山越岭景辈道路 这是南横公路的前身 1968年7月 南横公路开工 以台南御景为起点 从平原深入丘陵 接着弯阳而上 穿越了原始林巷 一路拔高到2700多公尺 山间常年的云雾缭绕 让人仿若置身仙境 总长有209公里 也是台湾最长的 横贯公路 而其中 南横的大关山隧道 是三条横贯公路当中 地势最高的隧道 标高2722公尺 穿越隧道之后 一路直下 悬崖峭壁处处 飞铺流水不绝 沿途的风光美不生生 而生活在这样的美景当中 原本是以狩猎 游牧为生的布农族人 在历经了日本人拓荒 汉人开发入山 以及数十年来的 环境变迁后 失去了他们的狩猎战场 如今许多人 都成了农业生产高手 四月的清晨 直升台东海端乡的乌鲁部落 满眼翠绿 云雾缭绕中 仿佛一世而独立 这里下面还有一层 被称为汤妈妈的乌鲤 是道地的布农族人 在乌鲁部落 是位小叮当的人物 我目前种差不多十七价有了 目前这一年我全树都是种高丽菜 往年的话也有种一些青椒 番茄 乌鲁位在南恒公路185公里处 海拔约800公尺 以生产高冷蔬菜闻名 但其实种植蔬菜的技术 是汉人进入开发之后才引进的 以汤妈妈的高丽菜田来说 原本是梅子园 早年台湾梅子销往日本 价格很好 越来越多人栽种 导致价格崩盘 汤妈妈于是跟着先生租地种菜 现在每年高丽菜的产量 最少五十万颗 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这边排水 有时候没有好好的做水锅 水分过量 这样它根部就已经泡水泡死了 所以没有办法正常的长大 这个干脆给它拔掉 因为它没有漂亮的菜 那个虫特别喜欢 汤妈妈并非单打独斗 部落里的人组成产销般 希望扩大物露蔬菜的多样性 与种植规模 而且在普遍年纪比较大的农作者当中 也渐渐地出现年轻的面孔 不到30岁的雨点 是他妈妈小学同学的儿子 去年回到乌鲁部落 接下了爸爸的柿子圆 对于没种过柿子的汤妈妈来说 柿子圆里处处充满惊喜 此时正是柿子花开的时节 雨点和伙伴们 小心翼翼地为柿子输垒 输垒的作用是摘除部分的花垒 让养分不至于分散 结出来的果实才会硕大饱满 就跟许多部落的年轻人一样 雨点离乡背景 到外地念书后 还是回到家乡寻找出路 爸爸是比较支持 妈妈是反对 妈妈说大学都跟你 去读那四年 然后你又回来 你又不考试 不去做检验室 这样 爸爸是说 你要回来做 但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对啊 如果你还是按照 就是中田式慢田式 那你也不要回来好了 他自己做就可以了 爸爸的一席话 并没有打击雨点的信心 他反而到处观摩 汲取经验 让番茄比较不会落果跟裂果 对 用这个 甜丝也可以 就防止甜丝落果 甜丝应该没有什么落果 没有什么裂果吧 没有啊 没有他就是怕落果而已 因为他落果 严重的时候也很恐怖 快掉了 怕有时候掉太多 你们第一次这样做 嗯 就是第一次 也是今天第一次灌 灌那个甜丝的根 那个番茄的根 叶子叶子就变多了 可是左边那一排有两颗跃土 嗯 贝虫了 fent安 肯定它直接刮身 今年开始他也尝试栽种番茄 羽典说他希望慢慢的从盥形农法转型 也许过程会很漫长 但是周遭有很多人可以请益 从小看着她长大的汤妈妈就很高兴 家乡里终于有年轻人愿意结下棒子了 现在的布农族人早已退去狩猎游牧的外衣 摇身一变成为现代农民 数百年前属于高山子民的布农族 翻过中央山脉来到这里落地生根 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 从南头慢慢迁入到我们误入这个大地区 他们所经过的范围是大粪或八冬关 然后三叉山然后下到这个乌鲁地区 然后开始慢慢地喷散到各个部落里面 本身也是布农族的马贤德 对祖先的迁移史如数家珍 当初族人沿着兴吾履溪散居其中 乌鲁地名的由来就很有布农本色 因为这个本来是一块皮眼 可是它旁边是三角 脚下就会变成一个上面流下来的汽水 然后会变成一个小潭 那小潭就会有潜水出来 那这个潜水出来就会出声音 这些声音我们就会叫到 原本与世无争的山居岁月 到了日治时期再也不平静 1919到1931年间 日本人以中央山脉为中心 由东西两侧向内开凿 完成西起高雄六规 东到台东观山的 观山越岭警备道路 招服原住民的五年礼藩计划 活跃于中央山脉两侧的布农族 就是首要的招安对象 强硬的礼藩政策引发布农族人抗争 但终究抵不过日本人的枪炮攻势 散据各地的布农族人被迫迁徙 距离雾路大约十公里的利道部落 就是破迁原住民而出现的聚落 布农族的部落它是很小型的部落 只有五六户而已 后来在日期时代的时候 为了管理方便 避免发生看暴事件 所以希望能够集中管理 所以很多的部落 小型的部落就强迫集中在 遇到这个地区 走过殖民纷扰的年代 原本用以礼藩的观山越岭警备道路 也因时代的变迁而转换面貌 这一项耗资新台币五亿元的工厂 施工方式是由东西两端 逐步向中央推进 贯穿观山崖口隧道而会合 1968年7月5号 在当时台南县北辽举行的开工仪式 宣告台湾第三条穿越中央山脉的 横贯公路开始修筑 关山崖口隧道全长六百公尺 是南横公路中最为艰巨的工程之一 在这标高三千多公尺的山道上 环顾四周 使人有熏熊开窗的感觉 由崖口隧道向东北前进 则是向阳山的南壁 一路上禅岩峭壁 气象万千 南横路线以观山越岭道为基础 但大部分路段还是新辟道路 设计标准比照中横 也是采取东西两端 同时往内修筑的施工方式 当时只有十多岁的汤妈妈 就亲眼目睹开路过程 因为以前没有怪手 没有什么器械化的 都是用那个顶多 用柴乳那种的那个器器 空气什么 就这样拉开了 我钻一个洞 然后塞那个火药 火药然后蹦 然后剩下的垮下来 然后用本斑一斑一斑地跳到旁边 才有做到这么宽的路 南部横贯公路 西起于盛产芒果的台南县玉井乡 东到台东县的海端乡 前街花洞公路 全长182.6公里 是一条跨越台南高雄台东三县 贯穿中央山脉主级的新通道 南横公路依然采用人力修筑 总共花了四年又四个月的时间 修建而成 施工期间总计有116人罹难 在1972年11月完工通车之后 成为热门的观光公路 其中最著名的景点 莫过于大关山隧道附近的崖口 波澜壮阔 变幻莫测的云海 是许多四五六年级生 青春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顺着公路蜿蜒而下 沿途悬崖峭壁处处 飞铺流水不断 南横八景中的六个景点 就分布在东段沿线上 保有布农族文化的历道部落 是热门的露营地点 八景之一的天龙吊桥 则是游客追寻日本人 开拓关山越岭道的起点 很多北部的人很喜欢南横 刚好又太鲁个号 他们游览车就在花莲 开始开到这里 然后来住这里 然后第二天再出发 去住保来 然后再去坐高铁 我那时候很夯 如果灾区再下大雨的话 堵住燕色湖的土石 就会无法承受洪水的冲刷 瞬间溃起 所酿成的灾害 有法想象 然而2009年8月8号 中度台风莫拉克 夹带丰沛雨量 在中南部降下大雨 造成南横公路多个路段坍塌 一场史无前例的灾害 撼动山林 也震撼人心 从来以为坚固的道路 也难以抗拒天灾 沉浮在大自然面前 这场灾难 不仅让山林的面貌 幡然转变 也改变了南横 东西段居民的生活样貌 2009年 莫拉克台风 在中南部降下的雨量 刷新了历史记录 也重创南横公路 到目前为止 从西端梅山口 到东端向阳路段 仍旧是封闭管制的 其他的路段 虽然已经修复通车 但是一遇到大雨或台风 都对南横 造成了程度不一的损害 整条公路 始终都是在 羞羞补补的状态 或许您会问了 将近五年的时间了 南横公路 为什么迟迟的 没有办法全线通车呢 从地理上面来说 南横公路 它先天地址破碎 容易受到风雨的影响 而出现崩塌 修复本来就不容易 而重复的崩塌修补 都让南横变得更加脆弱 面对了东西 长久不通的情况 在南横沿线生活的人们 他们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一位市居在立道的 布农族人 也是海端乡 乡民代表会前主席 邱强勇 他原本是坚持 不管花多大的代价 都要修复道路 甚至于不惜激烈抗争 但是现在 他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梅南站你好 五百块 好 我马上过去 刚才有一个游客 在97公里处 他说现在没有油 他在那边停顿 没有办法行驶 我现在就是 要加三公三千给他 可以来我们家 墙壁上斗大的字 提醒着游客 梅南是进入南横景点 快顾天池前 最后一个加油站 而上一个加油站 远在二十五公里之外的宝来 脑筋动得快的杨登明 看准了山里对油料的需求 在这里设了加油站 这儿的居民两百多人 大多是布农族人 杨登明是少数的汉人之一 八八之前的话 像梅南站的话 一天发油量的话 像总营业额的话 可以达到二十几万 像八八之后 好像天差非常的大 可能有时候有一天 卖不到五百块也有 八八风灾至今 尽管还没有完全回复到 以前车水马龙的光景 杨登明还是耐心的 守在这儿为大家服务 南横山区道路弯曲 加油站少 常有游客没有充分准备 就直接上山 往往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就发现油料用尽 人车搁在半路 先生你好 你是刚才没有油的是不是 对对对 没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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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待会儿我随便给你加一下 好 谢谢 好 找到人 对 就刚才没有油的先生 现在我帮他加一下油 一个月都会碰到一两次 所以当初设站就是说 给无心的人 有时候人家没注意到进来晚 看到油表已经来不及了 好 谢谢 好 好 待会儿去 这儿去三公里而已 你待会儿去看要加油 对 因为这儿就加米山而已 就不能过 因为这儿保存在那儿关键 对 你加油 你待会儿说折返 还要去那儿七头 这样更安全 别说待会儿再没油 好 莫拉克台风造成南横公路 西段多处潭坊 从风灾后至今 西段从甲仙到梅山口 已经可以通行 但是从秦河到复兴路段的 河底变道 每逢大雨就摊 交通还是相当不方便 那这样河底变道有多长 河底变道应该是有八公里 那这个路是不是断了几次 从八八到现在 每逢雨就断就对了 从八八之后将近五年的时间 梅山口往崖口路段 依然是封闭管制的状态 只有公务车辆能够通行 来到受创严重的大关山隧道 当初被土石覆盖的面目全非 如今已见轮廓 多长跑 一步 NOT 那这个图中 应该有 被人呈出了 没有 原则啦 原则是 原则是 你有 到这个程度的话 不会 对 那就好 像这样 是 一台都可以啦 哪里 你还有正要的话 它就要发动 好不好 因为它久了 就让人收大 那我们现在是在南亨公路最高点 就是大观山隧道 海拔高2722 那我们现在隧道里面 由于常年它滴水的状况非常的严重 那我们上空处角线公路段 为了秋山它的滴水的状况 在这个工程里面有做一个PC排水板 大观山一带土质松软 在这里开挖通道并不容易 隧道完工通车 在当时被视为是一项壮举 然而一场风灾 让当初的骄傲蒙上阴影 只要用手一拨整个就差不多都 不飞灰之力就掉了 那可能就是 对啊 然后前面的又不一样 前面的是比较大块的 然后更松 这个还松 结理发达 然后因为温度冰快 又一会儿干一会儿湿 它热胀冷缩的关系 也会造成它风化速度加快 所以这边工作环境 跟一般 在天使建工站那附近 跟现在的状况 是落差还蛮大的 恶劣的环境 工人在这边 刚才再问一下 我们的施工人员 也有几个又生病了 隧道内常年恒温八度左右 身为站长 同时也是布农族的孙梦节 一个星期总要上来 勘察个两三次 山上到了冬天 大概只剩下摄氏五六度 大关山隧道改善工程 在去年十一月中旬开工 首先要克服的 就是温度的问题 正常到差不多六度 七度到八度 我们的手指都会比较僵硬 没办法工作 就是我们刚开始 还不习惯的时候 在第一次我们来测量的时候 手指僵硬 烤一点火烤一下 手指软了以后 才让它调整那个预期 这样 半个小时 只要休息一程走 然后空气稀薄 师傅随便动一下 就很累就很喘 空气稀薄压力不一样 雪里面的含氧那种 对的意思 比如说只要一台东西动一下 就很累 你就走个一百公尺多船 高山气候多变 修路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自然不能够与平地修路相提并论 剧烈的天气变化 让修复工作更加困难 这几年不管是山友 登山客民众 说已经坐了这么久 为什么都还不痛 其实就像你们今天走上来的 其实沿途还有它的危险性在 可能今天已经弄好的一条路 可能一个晚上一个风吹 它落实的状况比莫拉克之前 还要更严重 那我们为什么 我们为了要避免这些东西 我们还要去加固再去调查 我想右边这个封闭 是莫拉克台风来了以后 造成的一个灾害 那我们这个 现在我们所走的路段 事实上在莫拉克的时候 是完全是不见的 至于南横东段 目前从雅口到台东海端乡 已经可以通行 当初因为风灾 严重崩塌的向阳大崩壁 修路的过程也是异常艰辛 公路的部分大概就是 我们现在所占的一个位置 那当时是在整个 从我们这个西点那个地方 一直到这个后面这个点 大概长度大概500公尺左右 这整个路绩是完全不见的 是完全不见的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现在的路况是 我们在之后的抢修里面 是整个用怪手 整个爬爬爬到林线上面 然后用剥洋葱的方式 一层一层一层把它剥下来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道路 就是这样子 南横东段隶属关山段 在这里服务 已经20年的李炳仁段长说 莫拉克台风 对于南横造成的损害 是他任内建过最严重的一次 尤其立道桥被大水冲毁 抢通的过程 对他更是一大考验 当时水流非常湍急 那你整个水泥寒管 要摆上去的时候 是摆不住的 那我们当时是希望 用削破坏的方式 先把那个水流的流速 能够减缓下来 能够顺利的让我们的 让我们的那个水泥寒管 能够摆上去 是这个目的 但是居民他不了解说 你就水泥寒管赶快摆上去 然后赶快让整个路通行就好 那你为什么还在丢那个 消破坏 那是不是有浪费公堂 或者是整个工序都不正确这样子 曾经担任台东海端乡 相待主席的邱强勇 卸任之后 与太太在立道部落 种植高丽菜为生 八八风灾时 立道桥被冲垮 当时担任乡民代表主席 的邱强勇 说到跟工部门沟通的过程 仿佛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而且因为老人家 知道桥段的那一刻 很多人都倒下来了 摊下去了 因为我当时是当主席 所以我一直打电话给团长 每天早上五点就把他吵醒来 把他叫起来说 你们可以起来用了吗 到了第九天的时候 因为端长在打电话的时候就跟我讲说 好 我明天就给你们通 如果不通的话我就自杀给你们看 那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 你一定要真的 要不然我们在对面就等着你 临时大的那个桥 弄好以后 实际上我也跟段长道歉了 那我就跟段长讲 真的是不好意思 真的我们是外行人 把你们都就是外行人说内行话 当时在地人大多急切的希望全线通车 但将近五年下来 邱强勇观察到 目前不能够走南横到高雄 其实对生活的影响并不大 更重要的是他看到生态 因此有了慢慢回复的迹象 邱强勇认为 八八风災之后 少了观光客 但同时也少了喧嚣与垃圾 部落仿佛回到了 小时候的宁静时光 其实现在的路是 越坐越宽 越坐越宽的意思是 它一直摊一直摊 那个山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所以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说 我花那么多的钱 它的经济效应到底是什么 人称张姐的张红云 在雾露经营饭点多年 六十多岁的他 讲起话来 依然中气十足 看那个长中山羊 在山壁走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 早期的颜柱 你有看过 看过啦 长中山羊 他是经常有机会看的 他一直在那边喝水 我就心里想 早期他们颜柱 我们跟这些动物在餐厂活动 他就已经习惯 动物可以爬 我们也当然可以爬 所以就这样训练出 那一种超人的体力 张姐说 八八风灾前 饭店的预约非常热门 动作慢一点都还定不到 风灾后 即使道路已经通行到崖口 但游客还是不愿意进来观光 为了饭店与员工的生计 他绞尽脑汁 到处找资料 向人请议 派出免费的接驳车去载客 甚至亲自带导览解说 终于让生意慢慢有了点起色 自己一直看 看一些找一些 男很相关的历史文化 这边原住民的生活习俗 介绍给来这边的游客 想着他们以前的生活那样 接着越走越有趣 故事越讲越有趣 客人也听得很喜欢听 有时候我这样导览一趟 故事讲不完 你看我们原住民很多东西 在这边受害的 分段完 我觉得说 让老百姓了解那种 每个地质文化那些 我觉得比较好 我这一通对了 大家等一下赶车 我们有时候最快 一天就把他赶完 就是南横就把他走完 那真的很累 那就是更看不到东西 一定要分两三天 来享受这一段美景的话 会比较好 从过去靠的是 南横观光的过路财 张姐转往生态旅游导览 结合当地布农文化的特色 而这样慢活的旅游思维 也让旅客愿意驻足停留 位于高雄市六规区的宝莱 在南横公路开通后 让当地的温泉声明远波 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只是宝莱温泉在八八风灾后 严重损毁 尽管出入宝莱的路是通了 却还是换不回昔日的荣景 面对困境 有人选择离开 也有人正向思考 积极振作 住在桃园建山部落的杜思维 是其中一个例子 杜思维在美国 拿到了气管硕士学位之后 在矽谷上班 2009年 他选择回到了家乡来 打算与务农的父亲一起打拼 然而八八风灾 毁了家里赖以为生的梅子园 不过大破之后大力 反而让他走出了新局 他改种有机金针 可以在干燥了之后再消瘦 努力地超越障碍之路 却让他看到了更多的可能 并且明显的水平 OK 戴着牛仔帽的杜斯韦看起来有点特立独行 散发外国人的气息 但他可是道地的布农族人 爬上陡直的斜坡 杜斯韦的梅子园就在山顶上 这个梅子园也是他与爸爸梦想开始的地方 杜斯韦在美国拿到气管硕士 顺理成章留在美国就业 日子过得惬意愉快 但是舒服的日子让他惊觉到 渐渐偏离了当初来到美国打拼时的 朴实与壮志 当父亲提到想要从事有机农业的想法时 他知道回家的时候到了 这边的梅子也已经大概快三十年了 然后也帮我们付出了不少的学费 在念书的时候 那么我那时候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我就想要开始做就是做这个区块 先从梅子着手来做个有机的管理 然而突如其来的巴巴风灾 打乱了他和爸爸的计划 原本一百多棵的梅子树被风灾摧毁 到只剩下十二棵 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 有一点点信心会受挫 那加上就是爸爸整个不稳定 整个区域啊 整个桃园区的那个环境都不稳定 那他就想说要不要回来继续做梅 就是有跟爸爸聊一下 那爸爸说既然回来了 那再等一年 对 就一年后爸爸就走了 失去父亲的伤痛 因为信仰的力量抚平创伤 让他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在逆境中找到新出路 这就是我种的金山 那我通常早上来呢 我就会先浇水 用那个我们从山上引过来的山泉水 这些都是后来才建制的 对 后来因为那个水压不够 水压不够所以一定要靠这个马达 抽水马达来喷水 沐浴在晨光与泉水中的金针花 显得神采奕 看着一些植株上布满牙虫 杜思伟并不担心 因为牙虫的天敌也来了他的农场顶居了 它专门在吃这个 它的牙虫 它就是牙虫的天地 看到它 那表示我的这个季展生态是好的 对 蚝虫它很怕化学东西 因为它会依附在这个草虫里面 那如果说草有喷咬的话 它会死掉 它不来 对 所以如果说瓢虫越多呢 对我们来讲是好的 当大家好奇 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小伙子 怎么会回来种田呢 他又跌破了大家的眼镜 居然种起金针来了 在部落种金针 杜思伟是第一人 我是因为是做生鲜的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路 桥不通了 把它干燥 干燥起来储存 然后还可以来卖 芭芭风灾后 宝来成了重灾区 明星观光区的光环退去 当初依附宝来生存的人们 也得要重新寻找出路 曹秀雄 曹菜梅夫妻俩 本来是在左营开皮鞋店 拼生意 拼到身体出状况 曹菜梅跟着弟弟来到了老农西畔 一眼爱上这里 于是何先生就在老农买了快递 准备过着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休闲生活 白果园 白果园 在八八风灾中也受到重创 曹秀雄夫妻被迫撤离 一个多月后 两人重返家园 见证了土地曾经遭受的伤害 更坚定了他们经营 有机农作的生活 这几粒 生这几粒也不够 藏得改正 就是做这些人都是 储农业 储杀超多 对我们的生活 很残忍 不爱做那些 对土地 对地球 都完全不错 我们就学习就知道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不错 就想说 如果可以种幼稚的 这样最好 夫妻俩的坚持 渐渐有了转机 像是他们主要的农作芒果 挂上有机的保证 就算观光客不来 也不必担心滞销的问题 这是UK 比较有人 对 这些工工业到处 我们这也没什么草 这地球已经在变了 我们人形也在变 东西都污染了 所以你没有办法 去改那些亭 说要做怎么办 我们人都不好 是天地哪会好 所以我 我就想说 哪里可以说这样就 哪里可以 什么人要做 我们就很高兴了 对 这是苏豆 这是黑的 苏豆有分大概七种颜色 对 我种的是黑的 其实它也有改良土壤的好处 因为你下次如果说 你不种苏豆了 你只改种北的 它会有淡肥在这边 对 它也是可以做绿肥 所以苏豆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植物 它有营养价值 然后它可以环保 可以让土壤有那个肥分 对 对 对 在满目疮痍中找寻生机 就像是布农族的传统作物 树豆 总是能够在最平级的土壤中 蹦出新芽 杜思伟他扩充学习力 与善用知识力 让南瓜与树豆 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 传统的耕作方式 也因为它的另类思考 而有了不同的成果 我两个虽然是两米 但是我中间补种一个南瓜 或是以后补种南瓜 也可以种别的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我其实我中间 也没浪费掉它的土地 甚至这个树豆的 那个营养会过去 只要这个不同科的 就可以 因为同科的话 其实它就会变成互相竞争 像南瓜的话 它是爬藤 它是爬的 所以它需要空间 所以它爬到这里来 全部都是 所以其实也没浪费掉 浪费到土地 对 对 所以这个是应用管理的 墨下种子 智慧浇万 只要不放弃 终究也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所以我尽量找的那个座 就是在很贫瘠的环境的那种植物 所以说我们刚刚回说到 我们之前谈的 对 山不转 路不转 人要转 对啊 自己找 找这个生机 起飞 了 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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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巴巴风灾之后 南衡路段将近五年来 对于东西两端的居民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为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人不转心转 两边的居民 已经各自发展出了 适应环境的新生活模式 路何时能通 已经不再是 攸关生存的考量 反而让人们有机会想想 是否应该不尽一切代价地 来维持这条 以景观功能取胜的公路 值得大家思考 过去人们普遍相信 人定胜天 但越来越多的灾害 让我们看到 人类的力量 在大自然的威力之下 是显得如此的微薄与渺小 让破碎的山川大地 喘一口气 休养生息 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活哲学 在这个天然灾害平人的年代 显得更为重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